在伊朗政府8号确认 伊朗已突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关于3.67%的风度限制之后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当天在网络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事情已经越来越明白 没有比伊核协议更好的协议 分析认为 如果美伊之间的相互刺激 继续加强和扩大 两国的紧张局势难免不会再升级 扎里夫当天在网络社交媒体上还写道 要伊朗完全落实伊核协议条款 这事可以办到 但是伊朗不会同一帮名字 以字母B开头的主事的人去谈这个 这帮人窜度美国总统特朗普撕毁伊核协议 向伊朗施加经济恐怖主义 并企图借此逼出一份更好的协议 此前扎里夫曾用一帮名字 以字母B开头的人来指代对一强硬派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尔顿 和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 8号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 则明确表示将对伊朗继续施压 分析指出 美国先政府对伊朗的强硬政策明确 即遏制伊朗影响力和扶植以色列 又逢美国大选计为迎合铁杆选民需求 预计2020年前政策调整空间很有限 下阶段对伊朗极限施压还将继续 而伊朗明知美欧立场分裂 但又恼怒于欧洲难以抵挡美国的制裁手段 希望欧洲能部分补偿伊朗的损失 当前的局面由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所致 而美伊强硬姿态又进一步将伊核协议推向死胡同 在强硬对强硬之间 欧洲也更难在两者间寻求平衡 想要维护伊核协议的目标将更渺茫 目前美国对伊朗的刺激还出现超出政治和经济圈的迹象 据法新社报道 伊朗8号指责美国在机场扣留入境参加 2019年世界排球联赛的伊朗国家队数小时 伊朗外交部北美部门的负责人当天表示 伊朗国家排球队在芝加哥机场被扣留约四小时 并指出 美国如果没有能力中立的公平对待各国家队 那就最好停止举办体育赛事 伊朗官方的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 伊朗国家排球队在过去数年 也多次到美国参加友谊赛或官方赛事 但从未遇到类似情况